各位觀眾好 歡迎收看水帆腳說故事節目 我是主持人一帆 今天我們的節目要帶大家到人氣越來越旺的喉童的貓村那邊走一走 位在瑞芳區的喉童 不管是週末假日或者是平日都會吸引許多外來遊客前往遊企 而新開發的喉童煤礦博物園區更是具有國際水平 非常值得一遊 不過近幾年大多數來到喉童的遊客們 他們都是因為喉童聚落這一邊 隨處可以看見不怕人又可愛的貓 而喉童也成了所謂的貓村了 喉童聚落和貓幾乎是畫上了等號 事實上除了貓之外呢 喉童有著自己獨特的地方人文歷史 還有珍貴的煤礦產業遺跡 而今天我們的節目就要帶您來走一片喉童聚落 讓您了解在喉童這一邊 值得一看的真的不只是貓 位在新北市瑞芳區的喉童 現在每逢假日總是吸引許多外來有可造訪 除了有現在正夯的貓村之外 更有豐富的礦業歷史遺跡 喉童在20年前因為礦業而繁榮 20年後礦業沒落也讓喉童沉疾已久 如今因為貓村的興起 再加上政府規劃的煤礦博物園區 讓喉童起死回生 以觀光發展再出發 今天就要帶您來玩片喉童 包准你顛覆喉童只有貓的既有印象 來到喉童最好是搭乘交通運輸工具 最方便的就是搭火車了 搭火車可以一覽基隆和風光 火車搭到喉童站下車 一出月台走上來 映入眼簾的是一座造型奇特的橋樑 它是貓橋 說到這座貓橋 可是今年三月才完工啟用 從外觀看 就像是一隻貓慵懶回頭的樣子 貓橋裡頭的設計 可說是相當具有創意 結合貓咪和礦業等元素 改造變身為寬敞明亮 而且富有銅趣的貓橋 這座全球唯一的人貓共用天橋 更獲得了象徵工程界的金馬獎 金指獎的肯定 穿越這座貓橋 就能進入現在超行的景點貓村 說到貓村的起源 還真是個美麗的誤會 其實那時候常常來猴頭 然後我也常常拍照 把我自己跟貓之間的故事 或是貓帶給我的一些感受 我利用影像 利用故事寫在部落格上面 得到很多人的迴響 因為其實很多人他並不知道 原來在新北市 有一個這麼可愛的地方 它有鐵道文化 有基隆蠔屑 還有煤礦文化 然後還有這麼一大群可愛的貓 所以對很多人來講 他們也想要帶著相機來朝聖 那慢慢的藉由網路 藉由部落格 就很多人其實就發現了 喉童這個地方 然後在幾年前可能剛好有一次 去日本參加攝影比賽 剛好得獎 然後可能經由媒體的報導 又把這個喉童的議題 剛好藉由這個議題 就剛好又被報導出來 然後還有很多年輕人 其實他們也很喜歡這個地方 所以那時候我們辦了一個活動 就是有貓香水喉童最美 我們希望就是說年輕人 如果喜歡貓眼 能夠認同社區 幫這些社區的老人 做一些清潔打掃的活動 所以那時候媒體才會開始 慢慢注意到這樣一個地方 因為它可以吸引這麼多年輕人來關注 這位人稱貓夫人的簡佩玲 因為愛貓 所以在網路上號召志工 一起來照顧這些貓群 再加上當地民眾一起照料之下 這裡的貓咪漸漸的不怕人群 反而看到遊客 還會主動親近撒嬌 也因此讓許多愛貓人士 愛不釋手 就還蠻可愛的 蠻貼近就是這個地方的 而且裡面那個設計 比較不流俗 剛開始來的時候 這邊大概有五戶的人家 養了大概快一百出頭的貓 不過當時的貓其實很怕人 所以其實沒有辦法跟牠們親近 那後來就常常因為來跟牠們有互動 然後常常會帶罐頭啦 飼料跟牠們有一些交流跟互動 所以貓就越來越親人 然後牠們也習慣人的出現 後來志工的進入 然後居民也慢慢的感受到 貓其實還蠻親人的 所以人跟動物之間的那個關係 就因為這樣子而越來越親密了 有著良好的醫療照護 還有規劃得宜的環境 再加上受到遊客的寵愛 這裡每隻貓都看起來健康有活力 真的是幸福的一群貓啊 因為這些貓其實都是生長在戶外 然後牠們面臨到的一些問題 其實會比家貓要多很多 我們在當時其實已經跟 新北市的農業局已經 告訴牠們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已經陸陸續續幫這個市區的貓 也做了預防針的注射 但是因為牠是開放的地區 那有許多一些被遺棄的貓 牠可能因為環境的改變 然後讓牠們疾病爆發 傳染給當地的貓 那不過因為我們有做好了預防的注射 所以當時傳出的貓溫其實只有少數的貓 但是因為猴童牠知名度比較高 所以可能有一小部分的零星的一些案例 牠會被放大 尤其猴童貓村更在去年11月 被美國CNN選為世界六大賞貓景點 逐漸貓村的知名度已經遍及國際 雖然這裡的貓很容易親近 但有些遊客因為不遵守貓存規範 使得環境髒亂 也影響到當地居民的生活品質 人與貓的共存當然也得了解牠們 所以其實我們也是希望就是說 呼籲大家或是遊客 我們來到每一個地方每個觀光景點 其實我們都應該有公德性跟同理心 不要亂丟垃圾 然後也不要過度的餵食 或是把飼料罐頭放在地上 因為貓吃不完 其實牠會造成當地社區的環境負擔 然後我們要保持安靜 我想做到很多的一些基本的禮貌 我想到哪裡我們都會是一個受歡迎的遊客 那對於這些貓群 其實我想很多的民間團體 包括我們包括居民 其實我們都每個人都在盡一份力來協助 那像我們常常會做一些貓草包 或是販賣明信片掛力來義賣 幫這些貓籌作他們的醫療經費 我們也會定期提供一些 比較營養的一些飼料跟罐頭 希望這些貓能夠有了這些營養的食物 他們有足夠的抵抗力可以對抗這樣子的寒冬 那有預防注射跟這些營養的飼料 我想對於街貓來講 已經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照護 看完了這些療癒系的可愛貓咪之後 接著要帶您來探索喉童其他好玩好看的景點 民國560年代 喉童是重要的煤礦中心 全台產量第一 在當時的台北縣政府 為了讓整體煤礦產業聚落保存完整 歷經五年 斥資兩億元 將昔日的瑞三煤礦舊址 打造成開放式的喉童煤礦博物園區 當年的倉庫變成了博物館 從整煤廠將煤礦運送出去的運煤橋 經過修復後 民眾也可以在橋上體驗當年礦工 運輸煤礦的生活 礦業的遺跡 有啊 就覺得這邊還蠻 就是以前的感覺應該還蠻辛苦的 就也了解當地說 煤礦是怎麼的產業這樣子 來到園區裡頭 這棟紅色的建築物 是當時的礦工宿舍 礦工宿舍被稱為寮阿 在喉童有內寮仔 三座寮 五座寮 番子寮 每元錯 都是公寮 而這座內寮仔 紅磚式的外觀 是後來才整修出的樣貌 因為吳念珍導演所指導的一部電影 鬥嗓而聲明大噪 裡頭保有當時拍戲的道具 為了更加呈現當時的礦工生活 雖然遊客只能從外頭欣賞 但今天就要帶你一窺裡頭的面貌 也就是礦工宿舍 大概先各位看到這個空間 這樣算一戶 以前是木板隔間的 這跟這邊都是隔間的 木板隔間 那這邊通步到左廊那邊 有人講樓上是六萬一戶 像各位看看 這麼小空間最多 就一戶人家 因為大概最多有三戴人家住在這邊 當然好運的話 樓上腳一個人這樣 那很舒服 但一般是很少這樣子 大概就會三戴或兩戴這樣 這個空間這麼小 你看各位看到這個桌子 這是以前的桌子 這個桌子是萬用桌 吃飯 書桌 拜拜 全部用這個桌子 好 你看這麼小的空間 就擺這個桌子佔空間 好 各位 我們的月曆日曆放在牆壁 就是一天十幾一夜 那我們這邊的桌子 是一天放在牆壁 一天拿來拿去的 這樣空間整出來 我們各位看看這個空間 裡面還有特殊 比如說我們上面 上面都是木板的地板 木板木板拼著這個 都有縫啊 有縫啊 上面也是一戶人家 當然當然有灰塵 對不對 下面人就嘴巴張開 這樣在睡覺的時候 欸 髒東西會掉嘴巴 所以我們這邊當時 包子啊 這邊抓的都不管 就大定管大高 當作天花板再貼 它不是漂亮 所以未來皇子灰塵下來 宿舍內部早期以木板隔間 木牆上開一個小洞 裝電燈提供養護使用 廚房 浴室 廁所都是共用的 也看得出當時礦工的生活智慧 滿多這兩邊都有礦 大概有五個這種大灶 一邊大概我們這種 住二十戶 很多人來這邊參觀覺得說 欸 不錯耶 這麼多大灶 這邊可以煮飯 那邊可以煮湯 蠻方便的 出礦這麼寬敞 很方便 不是 我們住二十戶 大概分享五個灶 那也就是說四戶一個灶 然後呢 我們以前沒有電過的年代 這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就是大概 我們要煮飯 煮菜大概一個小時 那我們這邊是六點半上工 也就是說大概第一班人 第一班煮飯的太太 兩點半就要起床 三點半交第二班 然後一直到六點半 最後一班吃晚飯 就是要上工 四個合夥的話 那表示輪子啊對不對 那我輪子的時候 我故意買差一點啊 對不對 那我不是輪子的時候 你買了如果我吃多一點啊 像類似這種黃式的問題 這個實在有問題啊 所以後來想想 算了 還是各組各的 我感覺我兩點外起來就對了 所以這個還是很多問題 那這個灶的時候 最後就 你現在看到這種 是五十年代的 五十年代布置的東西 我們這邊既然產煤 當然 所以我們這灶 大部分就有煤炭 有煤炭 自己家的東西 這個煤炭 我們要用 每天要用的時候就這樣 這吐不上當啊 吐不上當啊 很難用 所以聰明的人 我們這邊 是要用這邊 各位 這樣 吼 掉下來 這樣掉下來 就放進去 所以這邊 吐不上當啊 這邊衝下來 然後它重力會降加下去 這個是專用的 了解當時礦工所居住的環境 那當然也得看看他們當時工作的地方 這座瑞三本坑在1940年 是為了開採落差500公尺段層下的本煤層而設定的礦坑 是瑞三公司最大的礦坑 最遠距離礦坑口有5公里 而最深則是由坑口的海拔正96公尺到海拔-348公尺 我們這邊礦坑 一般人說 很辛苦就沒有做 所以但是我們這邊有一個悲哀的講法 就是說 當時的這個工作很難找 說我不工作的話 我進去的話 最多是一個人死亡 對不對 但我不進去工作的話 錢家會死亡 所以不得不無奈這種情形 所以我們這邊當地人 很多自己調侃自己 說我們進去工作的人是活著死人 我們有的人在去 這種坑口來做事 另外有一種人 一種人是還沒有買得的這個死人 就是細鴉片 還沒有買得西洋的這個 所以這自己調侃了 所以當地人我們這邊對這個拜土地公 這個土地公財 馬英寬廣場就提土地公財 所以我們拜土地公也很興盛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另外一個願意 就叫 切二十六雞 初二十六雞 做雞 做雞 爬子 爬子爬子爬子 就是我們這邊就是在窮 在那個 我要將來做生產工具的中心 集點檔來拜這個土地公 門口的哨所 是當時用來檢查工人身上 是否攜帶火柴 香煙 或酒 等微禁物入坑 我們這個礦工他們在討生活 他們最喜歡人家稱呼的一個職業工種 他們就是 O7 情報人員 咦各位這奇怪 礦工怎麼會跟情報人員存在一起呢 各位 情報人員另外一個名字叫 是不是叫做地下工作人員 對不對 他們就是真正地下工作人員 對不對 礦工紀念館是由早期的礦工澡堂改建而成 底頭陳列著各式的礦坑設備和器具 同時許多文獻記錄記載著礦工生活 及當時喉通的環境 館內擺有當時礦工的置物櫃 翻開來 除了日用品之外 櫃門貼上一張泛黃的全家福照片 上面寫道 為了家人 礦科內再辛苦 再危險 也是得去 一張黑白相片是礦工的鼓起勇氣來源 而簡單的一段話 卻不禁令人看得比酸 許多人來到喉童這裡遊玩 或許只會注意到貓 還有礦業的遺跡 可是大家都沒有注意到的是 臨近喉童地區的吉永河裡頭 有一項獨特的浮血景觀 坑坑洞洞的河床 是要歷經成千上萬年的時間 才能夠形成 談談這個浮血 它怎麼形成 那大概就要幾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就是要上游 要上游 第二呢 要有漁量很大的地方 第三個條件呢 就是河床上面 要是硬質的撒鹽 假如脆弱撒鹽的話 一碰撞的話 就是散開 硬質撒鹽才是耐磨這樣在磨 然後另外呢 就是要回春 什麼叫回春呢 就是本來這個地形是被水淹沒的 後來地形的變動關係 水量降低下 像是石頭撲上來 變成回春的現象 才可以看到這個浮血 好 它原理呢 就是上面大量的水 上游大量的水 將上面的石頭 把它往上沖 沖的時候噴到這個硬質撒鹽 會產生開始可能小洞 然後呢 繼續的石頭進來的話 變成大洞 這樣久久是變成凹槽 凹槽以後會保留石頭在裡面 下後續的這個石流帶 水流帶石頭進來以後 把它這邊磨 變成磨這樣 好像磨磨石是這樣 一直磨磨磨磨磨 磨石洞出來 然後越磨越大 也就是說這種地形呢 那個洞會有一天會消失 因為兩邊的洞 一直磨磨磨 中間就靠緊了 變成一個洞 所以這個會消失的地形 是很珍貴的地形 純樸的喉童地區 除了有煤礦文化 結合著大自然所形成的特有景觀 也吸引不少民眾的好奇心 大自然的力量讓所有人都想像不到 欣賞虎穴的同時 運氣好的時候 還會看到白露絲在溪裡抓魚 相當的特別 今天的材料路 曾經是採礦時期的店鋪街 萊迪亞馬 也就是昔日喉童熱鬧的商店街 如今 這裡看起來非常蕭條 短短不到幾公尺的街道上 廢棄的房屋已經雜草重生 看起來已經很久沒有住人 不過在萊迪亞馬 卻還有一間燈火通明的店家 老闆蔡淑惠是以前礦工的子女 人家都離開到外地去找工作 她卻毅然決然放棄在外地的工作 回到家鄉開了這間藝文工作室 五年前對五年前 剛好小孩也長大了 然後這邊說的硬體設備也都差不多了 那我覺得我個人覺得我應該 要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那剛好就借這樣的一個機會跟理由 讓自己提前退休回到故鄉來 那回到故鄉來之後想說 我們喉童默默無名 那如何讓世人讓大家知道喉童 那所以當時就找了我一個同學 陳淑惠 那就一起回來故鄉 一進到這間工作室 就能感受到蔡淑惠的用心 沒有高級的裝潢 有的是身邊的素材加以來裝飾而已 也看得出他對礦工本身很有了解 因為自己的父親就是退休的礦工 所以他也特別能體會礦工的辛苦 還在喉童舉行了前所未見的關燈節活動 因為關燈對我們一般平常人來說 它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動作 燈就關掉了 可是對礦工來說 關燈的意義非常的重大 因為它代表著活著 它也代表著存在 因為我今天我可以走進去工作 可是我未必可以平安地走出來 當我可以關掉我頭上的那一盞燈 代表著我平安 代表著我回來 我存在 那同時呢 關燈它也是另一個新的開始 我們礦業停了沒有再開採了 可是我們另一個新的開始是 觀光發展它正在萌芽正在著著 抵擋不了茂村的熱潮 蔡淑惠也順勢推出茂形鳳梨酥 而這茂形鳳梨酥也成了店裡的招牌 這款叫做乾阿爸的礦工女兒手作點心 跟他父親以前吃礦工 還有蔡淑惠對於故鄉的體認 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呢我們那個時候就研發出兩個口味 一個就是黃金鳳梨酥 那一個就是黑金烏梅酥 分別代表著金礦跟鎂礦 那我們堅持只做這兩種口味 就是代表著我們這裡以往的一個產業這樣子 蔡淑惠也和朋友合作 推出這款手繪地圖的明信片 上頭的圖案都足以展現出 喉童地方的特色 我們喉童好日子地圖也是明信片 那這個地圖有很多我們小時候的印象的一個景 包括小孩子上學路線 還有我們小時候經常去玩的一些私密景點 我們都把它標示出來 那同時呢我們希望來的這個遊客 透過這個好日子地圖 認識我們喉童不同的樣貌以及特色 而且我們這個封面啊這些圖不是隨便畫的喔 這些圖都還是我們喉童既有的文化特色 以及現有的一些景觀 這家黑金客棧不是只賣商品 也經營工作室更懂得社區營造 目前基本上我都還是以自己的那個在做 那比較有連結共同辦的活動就是 像我們前兩年包括去年也是我們有成立社區劇場 那劇場需要一個排練的地方 我們都會去舊校區園區那裡 它有一間教室改建成為社區讀書館 並且有一個木質地板的地方 那我們都在上面做排演 那社區劇場在那邊經常做連結 蔡淑惠總是將遊客當作自家人 親切地聊著天 從她這裡你可以聽到很多礦工的故事 或是她會將喉童最有故事的景點說給你聽 喉童舊隧道群是位於瑞芳到喉童之間的單軌隧道 因為宜蘭線鐵路全線雙向通車 使用雙軌隧道而限制至今 近年來因為喉童煤礦博物園區的設立 並配合市府推動低碳旅遊 特別將圓山一號 圓山二號 圓山三號 及喉童隧道規劃成自行車專用道 那現在剛好我們風光局 是要打造這個腳踏車步道 剛好就是從這四個隧道貫通 通到瑞芳 瑞芳到四腳亭連線 打通自行車步道 將來可能再延伸到三凋零 全長約兩三公里 騎腳踏車只要一個小時的時間來回 沿途還可以欣賞到基隆河的好風光 讓民眾能更深入地體驗 喉童煤礦園區的曠野歷史及鐵道文化 隧道內部並未經過太多的加工 保留隧道原有的樣貌 再加上隧道內裝設安全護網及牽燈的設備 讓自行車專用隧道深受民眾喜愛 想要來趟低碳旅遊的民眾 不可錯過的好去處 不過卻很少人知道 走到裡頭 偶爾還能發現意外的小訪客 近百隻的折翅服 就這樣高掛在上頭 又或是任意飛翔 也算是進來隧道裡的另一項收穫 不過提醒遊客 一定要控制音量 因為這些折翅蝙蝠 很容易受到聲音影響而四處亂飛 有著礦業歷史遺跡的梅香喉童 再次蘇醒 反而是以一種更好的面貌 呈現給世人 只不過在地人 期盼喉童發展觀光 不要過度商業化 保留一點寧靜感 遠離城市的城銷 喜歡這裡的遊客 不為其他 就是喜歡這種慢火的步調 彷彿喉童的靜密 全屬於自己 與這裡最親近的對話 喜愛撕骨悠情 或愛好山水的朋友 不妨到這個交通方便 又田徑的鄉村走走 有這麼多新奇好玩的 大小心鮮事 行動不如馬上行動 趕快與親朋好友 規劃一趟喉童小旅行 體驗鐵道風情 不山城之美 喉童聚落在20年前 因為礦業而繁榮 而礦業沒落之後 讓喉童安靜了好一陣子 當地的居民 早已經習慣 這樣的田徑的生活了 如今喉童以觀光 興秀的姿態再出發 也期待喉童的觀光 能夠在不過度影響 聚落居民的生活當中 成功走出一條屬於他們自己 特色的道路 以上就是今天的水帆腳說故事節目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